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玛丽学员之所以在时尚界享有盛名 是因为在这里不捣食 误命死 这里啊 曾被称为时尚凶逻场 如果一旦落败 输者将被永远剥夺化妆的权利 为什么非要捉去那些学习 这么残酷 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来了两个有趣的人呢 两个 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社团 现在还差一个成员 没兴趣 我要一个人走上玛丽的顶点 没有时间浪费再陪你们过家家 咱俩单龄 我管你叫姐 你管我叫妈 走上风化 快 把桌卸了 怎么会这样 看来我们祝宁跟社团无缘了 等等 玛丽学员还有男生 之前我加入社团 就是不希望再招惹麻烦 没想到现在麻烦越来越大 这样子我是惹不下去 去找到潜伏在暗处的老鼠 消灭它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找借口来挑衅的 当她们也说 不是乱 想登上顶点 就不能越过台阶 我们学校有三大散人 谭修之的韩国整容术变化莫测 宫藤西子的日本化妆术神鬼人机 还有一位 就是这位来自泰国的 维托里亚 我想要做几件事 让他们想起 谁才是玛丽真正的王者 死大天王 他们一步步登上了玛丽的顶点 如同彗星般崛起 好不好 不知道这一战之后 是不是又是一个 时代的终结 玛丽学院的顶点足够的 我们一起去 嗯 一起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